身体的运动会触发一些风扇 风扇就可以把新鲜空气带入棺材里面 多谢威烟 甚至后会有一些电池供应的警报器 当你手机移动的时候 电线的裸露部分会与司机接触 就完成了警报器和地面之间的电炉 也挺厉害的 然后警报器就会响起了 一间弹网行 它会升起 攀带羽毛或者其他的信号 也会有一些管子放置在埋葬丝体面上 可以将灯引入管子里面 通过管子向下 人们就可以看到棺材里面才看那个样子 甚至当医学技术已经进步了 医生可以将人体连接到监察心跳 脑电波及呼吸机器 当然这些叫做棺材警报器 这些都曾经流行过 大家以前有没有订问过 这些都挺有趣的 有些新闻议其实未死 不过很多例子都是 虽然未死 但也活多一阵 不知道他们 可能有些都已经 病到五万六色 五万六色 都未必知道 活多一阵时发生什么事 还有没有待一次湖光反照 这些都很有趣的故事 今天时间差不多 卡塔尔是不是 一比零 卡塔尔对塔吉克都赢了一比零 不过两场赢了 不知道他最后对中国 会不会放软手脚 还是不会 主办国 对着中国都不放软手脚 你知道中国最难打就是卡塔尔 如果卡塔尔出现的话 真的不知道 如果卡塔尔赢不到 迫和一比一 那就不同了 下一场卡塔尔就要 促进他增功夫 不然下一场可能会 实际一点 对中国队也是一个 好的机会 不过就算人家 放松一点 你有本事 他赢人才可以 你得到连续两场波的表现 都真是 很麻烦 好 拜拜